就要把民国纪年改成西元纪年 那民国纪年怎么改成西元纪年 这就是上一次我们上课的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你们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事 其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把那个数据来源对起来的 应该叫连接起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先去看一下数据清理 因为当你今天拿到数据 你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去做数据清理 所以一请点选常用 二请点选这个转换资料 这个时候我们就点上面这个转换资料 这个动作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 所以它预设为上面 就是转换资料 可以吗 所以请点这个上面这个转换资料就好了 因为我想要让你们知道 如果你刚刚你的资料数据来源没有做到 它这边会变成红白相间的讯息 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资料没有对上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资料都是绿色的 绿色是什么意思 绿色就是代表活的 这样可以了解 你看像出口 你点到出口 你稍微等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都变成绿色 就代表所有资料都接在一起了 那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请你点这个进口 请你点这个进口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你有没有看到右边套用的步骤 是不是一堆 这就是上次上课很重要的地方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请问一下统计期 是不是 民国一百年一月 对不对 可是 我们的Power BI 他看不懂 他看不懂民国 所以我这里面 我就必须要把它去做一件事情 改成西元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又不喜欢破坏原本的资料 所以我是用复制资料行 然后再去做取代或者是程式的撰写 让它改成西元的一个呈现方式 可以吗 所以大数据分析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连续变相 就是时间 所以一定要请各位记住 大数据 像我最有印象 是我去美国看到地震 地震2000年 地震2000年 他就画出一个全球的地图 然后从西元一年二三四五开始去看 你会看到很多地震 地震在什么地方出现 当然他画的是五级以上 大概整个跑完2000年的资料 可能要花十分钟以上 所以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那个 所以他们好像就这样 反正也都是国家国务保持的那里面 他有这样子一个动态的呈现 地图 全球地图 连千名 所以记得 时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大数据分析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现在拿到资料没有时间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一定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还有拿到一个叫做黄道 他除了那个就是经纬度 他还有给我时间 就是几点几分 然后他的经度纬度在什么位置 那请各位来去观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有的资料 这是我们所有的资料 这是我们所有曾经撰写过的步骤 刚刚你是不是取得 就是更新了我们的资料 然后他会把右边这些 所有的步骤重新套用一次 好 请问做完了吗 做完了 我们现在要先请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关闭定套用 在常用底下的关闭定套用 请点它 就这样子 因为关闭定套用部分的话 我们有引荐教学 所以请你们到时候再次看 那一段 那一段是学习的重点